你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CYL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有很多新的主持加入 想知道就要聽《有台火》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今天的《有台火》請了兩位朋友 兩位朋友經常找東西 但我相信他們都找到 他們是尋找快樂村的兩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做楊文思 大家可以叫我Maggie 我還有另一個花名叫墨雞 我叫周詠欣 大家可以叫我做阿Yen 如果再親切一點叫阿欣 也好 兩位朋友又來到 今天會講一下 他們在尋找快樂村 可能暫時不做 有一個新的戲 叫做 《星空飛行游》 我還沒說《星空飛行游》之前 我們先回到尋找快樂村 因為我知道兩位 剛剛在演藝學院畢業 不久 應該是去年 一年 一年 一年裡面 之前創作了尋找快樂村 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 好像香港小姐 先講一下 過去一年的親善訪問 先講一下未來的動向 畢業一年 就開始尋找快樂村 那尋找快樂村 開始是怎樣來的 是一個很漫長的經歷 漫長的經歷 要慢慢講 要慢慢講 但首先 但說要這樣說 可以 怎麼開始呢 因為我們兩個人 一起上廚師 上廚師的廚師 他有一個演出場地給我們 有一個咖啡的形式 他說 你們去咖啡做吧 這裡有一個地方給你們 我們每個學生都自己組隊 有一次就跟他吃飯 在茶餐廳 吃吃吃吃吃 就跟Yan 對 Yan跟我說了一個故事 關於他在蔡元村聽一個老師說回來的 是一個白麵包 十個小朋友分一塊白麵包的故事 聽完之後 我在那裡吃飯 開始有點感動 嘩 有一點點眼濕濕 然後我突然覺得這個故事 很好聽 很值得給人聽 然後晚上下課後 我就捉著他 不如搞個show 說今天你跟我說的故事 就是這樣開始 就是茶餐廳的午飯開始 就是這個故事 就是這樣開始 就開始了第一次的尋找法樂村 其實我知道尋找法樂村 其實之後 都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做過 是啊 做了很多次 因為我們這個形式 是講故事 我再說多一點點 那時候我們在新界的村落 就是專門去收集民間的故事 又會看書收集一些故事 然後就在cafe那裡做 就是一個很直接跟觀眾分享故事的形式 還有加一點 我們用紙皮做了那些pubpet出來 做了一段戲 這個形式是可以去哪裏做也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被邀請過去一些學校裏做 去在街頭那裏做 也試過 每一次做完之後 都有些觀眾走過來說 咦你們的演出可以去我某一個地方做 那又邀請了我們去他們的地方做 所以就繼續一次一次一次做下去 從當時在cafe那裏開始的尋找法樂村 到現在做了多少場 二十多場 也有二十多場 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在法樂村已經有不同的版本 可能中間有些修整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你覺得 跟最初法樂村建立的時候 有多少不同 當時可能在心態上 其實當初沒有打算做這麼多 當初也沒有打算這個創作 有些人會很注視 你覺得在法樂村上找到沒有 快樂村是一段很長的路去尋找 永遠繼續在找中 即是看到一些 可能比之前很模糊 現在可能有一點點的錯型 方向我們開始清晰地看到 在這條路我們正在走 我們還在尋找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又有新的創作 亦可以重新一些舊的創作 你們剛剛在演藝學院畢業 這一年裏面 除了做尋找法樂村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其他工作 其實有很多 因為在生活上 都要找經濟上的支持 所以會做一些教導小朋友 其實我們也會教戲劇 就會教一些幼稚園的 他們跟他們上一些戲劇課 又會做一些巡迴的演出 在學校裡面 在街頭也有其他演出 只不過不是做尋找法樂村 是文化大使的演出 也是差不多 都是一些學校 例如入學校的tour 在街上 其實我大部份的工作 都是跟Yan一起做的 很多人會看完法樂村之後 現在成為了一個組合 是的 我們大半年一起工作 通常會一找就找兩個 所以現在成為了一個組合名 快樂妹 快樂妹 可以 現在世界盃 快樂妹都不錯 這個可能是一個未來發展的方向 其中一個多綽號 有些人看到我們兩個 就覺得快樂妹 叫我們兩個 是的 尋找法樂村這個過程 都得到不少東西 除了有快樂妹這個稱號 也在劇場上多了很多不同的經驗 在創作上面 是的 是的 這些經驗 對於接下來的這個創作 會有起到什麼幫助嗎 嗯 在創作 可能在創作上面 會再成熟一些 或者是會比較 能夠在經驗上 知道觀眾的反應 這些事情 譬如之前是說故事的 主要 但是在咖啡店裡 都想像到 我們不會用很多 不會做很多動作的東西 不會很大動作 因為大一點動作 就會打到觀眾 很近距離 那 今次這個 是會劇場版的 叫做 其實我們自己心目中 就覺得是快樂村的劇場版 都是由講故事開始 但是因為劇場裡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配合很多 譬如聲音 燈光 音效 或者舞台上的調度 去繼續發展 但是那個基礎 都是由 花樂村 即是本身是一些很美麗的故事 或者很想分享的故事 作為一個起點 嗯 即是從那個精神出發 對 有一個不同的創作 但是可能在形式上 我們有 這次有更多 更多 豐富一點 是啊 或者整個裝置上面 這樣 做多些東西玩 因為我們是 演藝學院畢業的 但只是講故事 只是 刮口不停地講 就會覺得很想動 我也試試其他的 可能性 其他的可能性 其他的可能性 這次真的有位置動了 是啊 整個堂給我們動 有什麼樣子動 所以又不會有太多人 所以又沒有威嚴 哈哈 那這次先講一下 這次的故事 這次講故事的形式 故事又是怎樣 上一次我們是講別人的故事 關於農村 關於社區 關於重建的故事 那這次我們就想 花一花在自己身上 講完別人的故事 我們就想講一下 分享一下自己的經歷 所以這次的故事 全部是由我們真實 真的有些發生過的事 提煉了出來 我們嘗試修正一下它 成為一些 我們可以講到 分享給別人聽的故事 那些故事 是包括哪一方面的呢 主題可以講一下 就是關於分離 關於跟一些很重要的人 或者物件事件要分開 那這一個是我們這次很大的主題 那Macky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分離 為什麼會有這個主題 這個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這個想法 因為分離這件事 我覺得很 在我的人生裡是挺有趣的 常常都會發生的 你平日都經常要跟別人說再見 平日有時見到面 完了 約完最底要再見 這些 但是可能 有時我可能要跟家人分開一下 可能我在大陸經常要探親戚 有時每一段時間 又要探完 又要分開 很多一些分開的經歷 於是我就想把這件事 拿出來跟別人分享一下 那這次又是有一個 和法樂村一樣的一個集體創作的方法 是嗎 那Yen 你呢 你有什麼分離的故事呢 那 分離的故事有 譬如 最大的分離就是有人過世 這些故事都會講的 譬如有一些 Uncle你覺得是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離開了你 又或者是很小的時候 養過的草物 一隻小鳥 當第一次接觸到 原來一個生命會死的時候 那是一個什麼故事呢 我們都繼續去探索 尤其是當時我很小 對著一隻小鳥 可能對於從小朋友 一個女生的角度 去看看死亡 或者分離 分開是一個怎樣的一回事 是啊 這樣 這種有自身的經歷就開始了 是啊 很細微的事情去開始了 是啊 那這次的創作 其實除了你們兩位之外 還有導演 是啊 是啊 要介紹一下他吧 他其實現在還在讀書 他接下來就會畢業 他叫鄧浩威 嗯 可以叫阿Sam 是啊 是啊 他就是讀導演系 那順理成章 我們就需要一個導演 因為我們平日呢 之前的法洛邨 我們可以兩個人 互相說給大家聽 這樣去量度 但是今次因為劇場 我們兩個都會出來去演 或者會做很多事情 都沒有人看 很不開心 很需要觀眾 所以一個都好 只需要一個導演 要看著我們 幫我們覺得哪些好的東西保留 不好的我們下次再做 嗯 其實在這次 由兩個人的創作 變成三個人的創作 那那個 感覺 和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 除了有觀眾去看 多一點 多一點去 會不會 真的可以 將那個角色 再抽離多一點 就是反而多一點 投入在那裡 比較 放鬆 放鬆一點去看 這件事 都是 就是以前 之前一定會 做做做做做 不是要出來看看 是啊 之前是你出去做給我看 然後我在外面看 或者是會錄下它 然後一起再看一條片 但是現在有多一個人 在外面看著的時候 好像大家都會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去做 然後再繼續探索 是很不同的 而且因為劇場 很需要多一個導演的調度 就是我們又說這麼近的故事 但是要多一隻眼睛去看 咦 它們有什麼關係 或者有沒有多一個想法 在裡面 這樣 就是以前的法樂村 就是一個 就是我可以這樣形容 就是一個 有些賣藝的情況 可以 這裡就 拔刑去那裡 但是這次 真的走入劇場裡面 真的在一個演出的地方 正規演出的地方 還有一些燈光的東西 真的有一個舞台的感覺 也都把這件事情 可以更加的系統 去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這次就是 那個困難都會多了很多 也是 因為要兼顧很多東西 就是 又會有更多的道具 又可能服裝 形體 形體 報警 這些都要我們兩個想起來 和導演一起 想起來之後 最重要是我們要實踐它出來 就是我們要再花時間去買 或者去製造一些道具 對 因為我們花樂村其中一個傳統 就是沒有什麼經費 上次的觀眾都已經知道 是我們收拾一些紙皮 收拾一些筷子 收拾一些石仔 水樽蓋 那我們就製造了一個景 就是小舞台 所以這次我們都可能 是會 都是會接近這一種形成 保留著這個傳統 是的 保留著這個傳統 可能有些東西是 真的需要買的 但是一定不會很多 不會華麗舞台 很厲害 不會 所以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花多些心思 去自己製造一些東西 這個時間上 我們也是 很需要付出的東西 我想問一件事 真的 我八卦一下 你們是APA畢業 當然就在APA裡面 學校那個 那個關顧很多 是啊 他們的支援很大 很幸福 很幸福 非常 都現在 走了一年的快樂村 的快樂村裡面 就真的 下手下腳 一顆螺絲都是自己上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成長階段 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你覺得裡面 除了觀眾對你們的反應 其實對於你們自己 有什麼得著呢 真正去落手落腳 派長單張 你也是這樣經手 那樣的事情 是不是了解了整個製作更加全面 很多 都是的 其實我們是 演員 創作 有時候好像做半個導演 還有宣傳 還有票舞 其實所有事情 都是我們兩個自己搞定 是一個人要背很多東西 其實你為了一個演出 你就會做完 真的 然後 你會看多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看一個演出 有時候 跳舞應該怎樣 怎樣宣傳 我應該怎樣宣傳好這個戲 然後又落到演出 還有道具 也是自己做的 是 你現在看到一個水樽 你都會想很多東西 它不是水樽 它可以做雲 它可以做船 它可以做車 你開始很豐富 而且 因為我們之前的演出 是到處去的 你開始對每一個地方都很感動 這裡可以擺桌子 就可以擺我們的景點上去 這個椅子可以用 你看到每一樣東西 你現在都可以運用到 是一種很好的學習 訓練 還有有時候最搞笑 我們不捨得丟東西 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些膠袋 可能不要 但是你會覺得它應該有用的 每一樣東西在你身邊出現 你都會覺得它會幫到你的 無論什麼層面都好 它都應該幫到你的 還有當所有事情都要自己 親力親為去做的時候 它好像是我們的兒子 整個創作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負責任 很不同 親切感很強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那兩個字 珍惜了 就是珍惜了 那個演出的機會很難 上面的一草一木 都是自己落手落腳 就是珍惜了 也都是撿紙皮 哈哈哈哈 就是家裡堆很多東西 是啊 都堆很多東西 弄很多東西 我想真的 你原本那個紙皮 那個膠袋 當然是沒有意義 但是在你們 那個戲裡面出現過 自己做的時候 就已經是那種事 變成一草一木 一張紙都很有感情 這個創作過程裡面 一些的得著 當然在學校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 各個專業部門的支持 但是出來的時候 自己真的 落手落腳的時候 又會感受 感受得多 就是說 在學校那個眷顧 學校那個眷顧 原來是這麼多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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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 是啊 那種很多的眷顧 但是我們又只是 只顧自己的東西 演員只需要顧 我要做好個戲 這樣 但是現在這種眷顧 是 現在沒有這種眷顧 但是 我們要看 有多寬闊一點的範圍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 只想自己 不可以只想 自己要做好這個戲就可以了 因為你做好自己的戲 可能都沒有人來看的 你要想宣傳的 是啊 沒有人來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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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會跟你分享的 這樣 所以要再 對 兼顧的東西多些 是啊 我想接下來的發展 這件事也是要很好的規劃 就是今時今日 快樂村 就是 成為了一個主辦的團體 就是變成了一個類型 我想也是 在你們的努力底下 就是令到這個快樂村可以繼續去尋找 當然你說 每一個人的心目中 都可能有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個快樂村 我想在你們來說 創作就是一種快樂 創作就是一種快樂 演出就是快樂 所以就是一個繼續去尋找的 兩個快樂妹 哈哈 其實接下來這個演出 之後 你覺得 其實還可以再怎樣去 在快樂村這件事 或者你們個人的創作 我們也有說過 快樂村 就是尋找快樂村是一個演出 但是快樂村 是會是一個精神 或者一個傳統的 我們會抽起它 就是我們講故事 裡面 我們也有說過 為什麼要分享這些故事 因為它們有價值 它們珍貴 它們值得跟別人分享 就是分享了之後 我覺得有些東西 會留在我們觀眾的心裡面 有一顆種子 放在他們那裡 這個是我們類似精神 這一個東西 我們會在每個show裡面 繼續嘗試延續下去 但是可能講的東西不同 主題不同 但是這件事 我們想帶給一些好的能量 給觀眾 我們自己也是 要繼續好好地生活下去 嗯 嗯 繼續 有一種精神 是繼續 作歌 可以將這種精神 放在以後的創作那裡 是的 也包括這次的這個 《星空飛行遊》 沒錯 包括這個《星空飛行遊》 是的 其實這次的新創作 你又會對它有什麼期望呢 你又會期望觀眾可以得到什麼呢 這次我們創作裡面說的故事好像很傷感 聽起來好像很沉重 說說分離啊 分開啊 死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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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是每一個人 他都會發 即他身邊都會總有一個人會離開他 或者他可能將會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那 即大家一起去面對一件很真實 很現實會發生的事 那我覺得一起去經歷 再一起去探討 呃 怎麼說呢 他會有一 看完之後應該有一種力量 讓我們去面對分開 在一種不同的體會 應該 但是什麼的心情或者什麼的想法 對分開我們還在探索中 是的 但是應該會 啊 對分離有一種感性上的一種 我覺得 還有 我們都是透過我們自己的回憶 自己的經歷去看回這件事 那我覺得觀眾看完我們的經歷之後 其實可能他回到去都會想回 他自己經歷過的事情 可能你都面對過這些事情 然後你都會在家裡看回 在自己心裡看回發生什麼事 你透過這個過程 他自己都會有回力量 又是繼續去走 嗯 繼續去走 自己 可能 就是 看電影 我想其實都可以令到大家 會 想起自己 跟他的共通點 或者有一些自己 有時候 有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你在看著 演出 其實你在看著別人的故事 其實就是在看著一面鏡 看著自己 看著一面鏡 可以勾起一些自己的經歷 可以去 亦都是一種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可能看一些比較傷感的戲 其實都是一種療傷的情況 即是說 原來他更慘 我可能更慘 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亦都是就是說 其實 換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 亦都有很多解決方法 反而是多種 可能是戲劇的一種 那種獨特的感覺 就是 其實他可以容許一件事 可以在一些不同的角度上去演繹 對 不同的角度上去看 對 即是可能一個分離 可能在我們眼中很負面 或者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 可能是好的 例如你們的畢業 可能你跟學校有分離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我呢 我現在尋找法樂村 你應該學到很多東西 我都在 雖然辛苦 但其實在那個過程中 很開心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做事 不是因為那件事容易 所以我們做 是因為那件事應該做 我們就做 即是在創作的過程 從來都 這個從來都不是一個 商務客位 就是經濟 但是在裏面 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東西 可以放在那裏 這個東西也是在一些 很大型的演出 自己可能在裏面 運用的東西 可能比較少 但這個就是 真是落手落腳地去做 真正是自己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是一個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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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這個寶寶 日後呢 就是他 他會慢慢去長大 令到他也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東西 真正成為一個 可以有一個自己 屬於他自己本身的發展 也都可以令到他可以影響到其他的人 可以在創作方面 不要緊要的 一點點 我們都會有機會去創作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有人去支持 好像今次的水泊劇場 說說演出的資料 地點在哪裏 地點在大角咀 在太子島走過去 都是15至20分鐘 在楊松街 78號四樓 是唐樓 要走樓梯上去 都是給觀眾一個很新的感受 通常劇院都是搭電梯 探冷氣 但不是要滴汗 走走這條樓梯 才可以看到這個演出 對 要出點力 水泊劇場 對 叫水泊劇場 演出時間就是 7月18、19、20日 5、6日 18日是晚上8時 星期六、星期日 都有下午和晚上 就是晚上8時 對 一共有五場 對 一共有五場 每場都有60個座位 可以讓大家 多叫朋友、親戚 多一些人來看和支持 對 也可以去看看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創作 也有些 如果你覺得 這個故事也很觸動到我 可能我也有這樣的故事 可以在演出後 跟他們一起分享一下 對 對 我們很喜歡聊天 對 聽一下意見 我想現在這些新的背景 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們找到很多公廈 或者一些唐樓 一些新的演出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就是 是說真的完成之後 那個聚會是好玩的 對 真的可以跟別人去 除了不是看演出 看完 落幕 走 不是 可以多一些去分享那個演出 多一些去聊 跟表演者 去交流的機會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推廣的 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很接近的 即是在一些小的劇場裏裏做 你和觀眾很近距離 好看完之後 可以大家一起聊天 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戲的看法 或者你對故事的看法 可以大家再分享多些故事 亦都是多一個支持 讓我們繼續走下去 其實很重要 亦都是對你們未來的發展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可以接觸多些觀眾 接觸多些不同的演出場地 在創作上想 這個位置怎麼放 或者多些不同的衝擊 以及刺激的東西 今天真的聊得很開心 多謝兩位 希望你們接下來的演出 和快樂村的尋找經歷 可以在裡面有更多更精彩的場面 多謝你 謝謝你 喂喂 你在拍甚麼 去哪裏 去哪裏 上課 逢星期五有我們 我不是 廢柴同學會 產曲 我們快要跟最近 開始 煉白 我們快要去排 out 大家對我們 你去哪裏 哪 datos 就是下星的星期 李力,拍 compromise 甚麼 你還有 去哪 上課!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逢星期五有我們 我不是 廢柴同學會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這一節有台火 會和大家討論 一個劇團 我認識了很久 但仍未有機會和他們 去聊聊天 但來到的朋友 之前曾經訪問過他 今天我們的話題 就在演員培訓方面 一些課程的事情 今天請來的 就是馬戲班的朋友 有四位分別是 王家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Billy 大家好 我是Martin 你好 我是Suki 其實馬戲班 這個名字 馬戲班的劇團 我都聽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認識他 都是在一些 演員的培訓 一些課程中 因為我聽過 有梵谷先生的 老師的教導 有何英鋒老師 有何英鋒老師 他們都是一些 劇彈的 一些中樓底柱 但他們都 給人的感覺好像不太主流 我就想問一下 你們四位 是馬戲班的成員 不過我們還未講之前 不如先講一下馬戲班 是怎樣的 家居講 其實馬戲班這個劇團 是之前我們 之前一起做一些 大學製作的時候 認識回來的 當然之後我們還有其他演出 之後就開始集合更加多的人 所以我們就覺得 看了外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有看外面的演出 我們當中有 演藝學院的人 尤其他 甚麼人都有 又是自由身工作者 也都有 我們看了外面的演出 我們好像覺得 還是差一點點 我們也可以 不要說我們也可以 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希望有自己 講到自己想講的話 所以我們就自己 決定組一個劇團出來 2006年的時候 已經是 2006年組成 當時有多少位 核心成員 那時候 一二三 都是五個 跟現在一樣 不是 有些 都是五個 但是不是那五個 是的 有些轉了 有些就 有些不同的組合 有些就轉了去做電影 有些就去了其他地方 不同的發展 是的 最初 馬戲班的時候 都是一個 劇團的形式 都是以演出為主的 一個劇團 沒錯 那是甚麼時候開始 除了有演出之外 也有演員的培訓 其實我們大約2008年 或者2009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會做一些培訓 為甚麼呢 其實因為我2007年開始 就認識梵谷老師 演藝學應該認識他 那我就覺得 這種訓練都很合我意 因為可能我自己都賤命 喜歡做一些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跟他 跟到現在 那我就覺得 我們純粹只做演出的話 其實都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覺得 我作為一個導演 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演員是不能夠完全協助到 我做到我想做的事情出來 那我就會覺得 這些演員的訓練是必須的 我們都接觸過 有些不同的演藝學院的合作 但是好像他們所做的事情 當然他們是有自己的技術 他們是專業 這個毋庸置疑 但是可能思維方面 因為始終不同的想法 所以就未必可以做到我們所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找梵谷老師來做一些訓練 對 那時候就開始了 做一些課程的方向 沒錯 其實梵谷老師 我都聽過的名字很久 我看過他 不少遠出 但是剛剛 虎無機會 沒有機會跟他溝通 其實他的課程理念 主要是什麼 其實如果這樣說 不如說梵谷老師 其實他的背景 背景 其實他一開始 只是寫評論 寫舞評 因為他一開始是學跳舞的 Content and Modern那邊 之後就去新加坡那邊 去了TTRP 是那邊郭寶昆先生的一個 你說是一個學校 然後上了三年 那個課程裡面 其實包含很多的訓練 包括他們有請了 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的教授 過來教斯坦尼斯坦夫斯基的寫實 亦都有找日本 觀世流 他們的真是能劇大師 來教能劇 亦都有找一些京劇 上海戲曲學院的人來教 亦都有些功亭舞 爪娃功亭舞 亦都有找那邊的大師來教 為何找那麼多大師 不同文化來做 就是因為郭寶昆老師覺得 我們既然 在這個世界 其實全球化這件事 已經成為一定是事實 已經慢慢開始全球化 我們很難說 我們中國人 只是做中國的事 或者我們中國人 只是做一些很傳統的事 沒有可能的 我們一定要在不同的範疇 吸收不同的養分 所以他們就會有這個所謂 複文化的訓練 他回來香港之後 梵谷老師就希望在香港 都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如何將郭寶昆老師的精神 可以在香港發揚開去 既然我們想做演員培訓 我們就找老師 自然會走這條路 就是一拍即合 大家有一個合作 其實他一直以來 但我知道 其實除了是一些 工作坊的培訓 短期的培訓之外 你們就開始搞了一個 是一連制的課程 是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和老師 為什麼會說 這個一連制的培訓課程 一來是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香港的演員訓練 其實是比演藝學院做好 當然有其他 例如團劇團 其他劇團都有做培訓 但是我們就 那個方向可能有少少不同 我們就覺得 我們要思考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做戲 老實說 做演員 有多少人真的很英俊 很美女 如果你想賺錢的話 你就不會再做舞台劇 你很英俊很美女 就走去拍戲 不會再逗留在舞台劇圈子 既然我們還要做舞台劇 還要做演員 還要做藝術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種想法 是直接影響到 我們自己的演技 出來的表現如何 因為我看到很多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演員 看其他演出 其實他們是做得很好 技巧上是做得很好 但是總是覺得 差一些 你說可以是HART 也好 或者他們不清楚自己做什麼 我們凡谷老師這個課程 其實很注重 我們要觀察自己做什麼 無論身體也好 心裡想什麼也好 甚至腦 某一個念頭 升起 我們都可以看察到 這個訓練就是重點 當然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練習 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 Suki 你也有參與過這些課程 這些練習 給你得到的東西 你又覺得是怎樣 其實 因為其實凡谷老師所教的東西 是 除了是 你身體上面的東西 還有其實 因為這次我們這個課程 叫做 Psychophysical 的一個訓練 來的 那 其實凡谷老師 是很想把這件事 帶下來香港 因為其實 這件事在外國已經興起了一段時間 但在香港其實是沒有人說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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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凡谷老師想做的事 就是 在最基本最基本出發 去 怎麼去鞏固你整個人的理念 你的心態 還有你整個人的身體 那個 熱力 一整件事 去 令到一個演員 去鞏固他自己的能力 或者可能 Martin 他是第一屆的學員 可能他分享得更多的東西 是啊 Martin 你就是第一屆的 一連制 的 學員還沒畢業的 還沒畢業的 還花了一點時間 在這一年裏 你又覺得你所得到的和你預期的 有什麼分別呢? 你之前也接觸過舞台劇 接觸過一些不同的訓練 和你之前所接受的訓練 或者你之前對於戲劇的那種看法 你覺得這一年製的課程 會對你之前的那個歌 改變了多少呢? 首先我之前參加舞台劇的訓練 其實經驗都不算很多 但是參加了這次的workshop 首先從技術來講 就真的接受了很多不同的訓練 譬如說能劇、京劇 或者印尼的爪跨式舞蹈都有的 其實除了技術之外 另一方面令我感受 都獲得很大的 學習了很多東西 就是一種心態 坦白說我以前沒有接受過一些寫實戲的經驗 原來從… 開始我以為去演一個角色 怎樣可以去演一個角色呢? 可能就會想分析那個劇本 分析那個角色是怎樣的 從而選擇 他在這個角色裏面 會不會做什麼行為 而符合的 但是原來我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就是上過老師課之後 我覺得老師其實最想我們就是 我們進入了那個角色那裏 當我們進入了那個角色那裏的時候 我已經和那個角色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我Martin這個人 和我這個角色這個人已經沒有分別的時候 我才可以講到角色的心底的說話 嗯 反而是在思考的方面 就是不是正直中 因為我們初頭我所知道 就是我看過一些范國老師的演出 就是他雖然是很慢的動作 但是是強而有力的 就是他有一種很強的力 但是呢 不單止 就是在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不單止是在那個形體 或者在體能的訓練 其實更加多的是在內心的思考 是不是? Billy 都是的 因為范國老師教的方向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跟外面有比較分別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外面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拿起一個劇本 我們很喜歡就是 坐下來慢慢想 那個角色應該怎樣做 那個時代我背景 想了所有的東西 五個W一個H 大家都聽得多 用得多 但是想完之後做 又是另一回事 不是說想不行 但是我們的身體脫離了的話 我們純粹那個腦想完之後 我們身體是承受不了我們所想的東西 譬如我們要做一個老人家 我想到他Best Story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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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有多少都好 單問題 如果那個老人家 原來那個背部是駝背的 那你純粹想他的駝背 你自己去扮駝背 但是你沒有感受過其實他駝背的生活 如果你駝背一天這樣去生活的話 又是怎樣呢? 凡谷的方向就是 有時候反過來 除了我們心 用腦去很邏輯去想這件事之外 反過來讓身體 給你一個感覺 用這個感覺 再影響你的邏輯 兩樣東西混在一起 變相真的 是心和心 完全在一起 為什麼老師他演戲 好像動作很簡單 但是他的能力那麼強 就是因為他很清楚 他這些動作其實是基於自己的情感 產生出來 他在排練的過程去想 找得很清楚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動作 我是有什麼感覺 但是也不是說 純粹因為這個感覺 永遠確定這個動作 而是他每一刻 當下其實 他除了保持基本的感覺 他也同時在聆聽 他身邊的對手 整個環境 他自己當日的狀態 但是他有那種 再有那種新的體會 他可能再加上一點點 我跟他學戲劇 就是發覺除了他教 怎樣做戲之外 其實他教我們生活的東西 就是你要觀察自己 觀察別人 就是有一種生活的態度 是 剛才聽一下家驅 聽一下Billard Suki Martin 他們所說的話 除了在戲劇本身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 一些戲劇的源流 的流派 例如能劇 或者是爪娃的舞蹈 那些不同的東西 其實你又覺得 在 除了 我只是學戲劇 無緣無故 為什麼要學那麼多其他的東西 其實在吸收了其他的傳統技藝 你又會覺得 在眼界擴闊了 又能不能夠把這些東西 運用回到戲劇裡面 挺有趣的 雖然我們不像老師一樣 他花了三年 其實我們花了三天的時間 每樣東西學一點 有時候 如果簡單一點 有時候一些形式上的東西 我們可能真的可以學到一些 譬如 一些大戲的造手 能劇的步行方法 但是 那個形式上其實是一個手段 但對於我來說就是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手 為什麼能劇要這樣走 他們基於什麼原因 那樣東西反而會影響了 我們創作的想法 譬如 能劇那種慢走 為什麼他們好像 很有慢走得來 但是很有勢 他們的歷史背景 其實因為以前是做給 一些大將軍看的 他們 日本武士精神 都這麼強烈 那些大將軍 如果你的演員 都做不到那樣東西 那為什麼他們要坐在那裡看呢 而我又想 他們是怎樣做到 這個 這麼強的精神狀態呢 身體和心靈上 都是 去 認識然後 怎樣融入去 我們 演戲的基本功上 都可能會影響 因為我那時候 聽到Billy 之前也有說 其實說 那樣東西 我們怎樣拿到劇本 平時 然後我們就會分析 不同的東西 五個W 一個H 但其實如果我們 每個人純粹用到 去思考的話 老實說 我們香港人 每一個人的經歷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拿到劇本 來分析 其實我們分析到的東西 其實個個都差不多 如果是的話 我們上到台做的話 Billy 做一個角色 或者我做那個角色 那就是一樣 怎樣才能真真正正做到 Billy 上去做那個角色 他會有一種味道 你一個人上去做 同一個角色 都有一種味道 所以其實 剛剛所說 傳統的表演藝術手法 這一個手段 我覺得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傳統的表演方式 其實很注重 我們的表演方式 怎樣去感覺自己身體的感覺 或者那個感受 那我們用這一種的感受 或者我們叫做 之後我們把它調整 或者我們利用得到它 那我們就真真正正做到 所謂活在當下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 就算每一天 跟一個人演戲 每一天都可能那種感覺 會不同 也可能味道會不同 所以會令到人覺得 為什麼我一定要看你 擅到台上面 十多廿人在那裡走來走去 可能一個人都是走路 為什麼我對motion那個會特別好看呢 這不關乎你是否漂亮 或身形問題 這反而在於 你是否真正做的時候 你在當的時候 有個冰心血 我在做的時候 但我們亦都可以有一半的腦袋 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其實這件事說是很難的 但你真真正正見到的時候 你其實一個人萬無目的地走路 還有一個人走起來 感覺到腳底磨擦地下的感覺的時候 你和一個人做一樣的事 走路的速度一模一樣 但感覺上 觀眾已經不會想看之前的萬無目的走路 這就是傳統的技藝給予我們一種啟發 因為傳統的技藝也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都是很長時間去訓練那種表現方法 每一個都很有特色 還有傳承的方法 也是一個很好的系統 反而現在我們有一些現代戲劇 反而做不到那種專注和鑽研的情況 因為就算我們要做一些傳統的戲劇的訓練 例如寫實 其實我們 說真的 演戲都是一種恆酒作惡 上到台都是走走走吃飯幾尾而已 那為何那些人要看你呢 或者為何你的角色 他都是這樣坐在那裡 拿著杯子拿起 喝一口放下 為何 嘩 這麼有味道 這麼棒的 這件事其實亦互通的 所以其實 Psychophysical 所說的就是 我們不可以質重是physical 其實我們同一時間都要接受心理的訓練 即是心理分析 寫實主義的訓練 只不過我們可以將它們的元素打通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很physical的東西也可以 做一些很心理性的東西也可以 這是課程的一種特色 可以說回武俠小說 除了你練劍法 刀法 練武功之外 其實內功都要練一下 練一下內裏 有時候我們看電影都是說 為何他可能很空洞 反而這次你們的課程會比較著重 多些思考 思考本質 思考心路歷程的東西 會比較多一點 Suki 在這個訓練中 其實最令你最難忘的一個經歷是什麼 其實我是在想 在整個 psychophysical的東西裏面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怎樣令到你個人是很靜的 因為你無論說著重身體 還是說心靈裏面 其實你最重要的就是 你首先要令到個人靜下來 去知道 去聆聽 首先你要聆聽你自己的身體 第二 你要聆聽你自己的心靈裏面 其實是在說什麼 你要學會怎樣去理解 去聆聽你 才可以知道 原來我這一刻是這樣做 好像剛才家居所說 可能腳底和地面的磨擦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試樣裡面 活忽略了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就這樣走 就這樣站 就這樣呼吸 因為我們是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樣運行的 但是 可能在這個訓練中 你靜了一個人的時候 慢慢去理解自己的身體 怎樣去動動 你自己的心靈是怎樣去調節的時候 這樣就會看到自己的人的變化 所以其實我們稍後 除了這個課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潛修型的 其實很大部份就是 其實很想有一個很激烈的機會 讓一些學員可以知道 我可以在這個攝影機裡面 真真正正是整個人去free out出來 靜下來給自己去思考自己的人 以及去感受自己的身體 究竟我是什麼的一回事 其實剛才說到潛修型 就令我想起一些 在日本和台灣 都有一種類似的一種模式 就是有一班人進去 除了練習技巧之外 還有一起生活 一起互相去分享經驗 你們這個潛修型是不是也有跟這些相類似的 Billy 這個潛修型有一點接近的 因為我們始終老師學習的都是東方那邊傳承出來的東西 跟現在比較 譬如優人神鼓 他們都很喜歡 有這個 他們習慣會有一個 一個型 或者他們自己在一個地方 他們去集訓的形式 然後他們經過一大量的集訓 他們覺得可以表演了 這樣才去表演 我們一直都想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以及連續幾天 去真的對自己的身體去認識 因為平時上課其實都 始終上課好 上完課完了 上課就完了 可能中間的時間都會斷了 其實可能未完全有很足夠的時間去認識自己 但是希望透過一個型 在一個比較靜的環境 去對身體和自己的心靈再認識 譬如 可能我們會有一個叫做很慢動作的訓練 那個慢動作的意思是 我們所有東西 譬如可能我走十米的距離 平時可能 我想不用十秒 大家都走到一步都不是 但是可能十米 我要用五分鐘或者十分鐘的時間去走 那你身體把所有動作都放到很慢的時候 如果這個時間不是純粹走十米五分鐘的過程 而是我們做了一整天的話 那會怎樣呢 可能你透過一個 吃一天的慢動作的過程 你會認識更多自己身體的運用 以及因為迫了你自己更加去安靜 去聆聽自己心裡想些什麼 那這個攝影機是多久的 這個攝影機會是三日兩夜的 三日兩夜 時間就會是七月四日開始 基本上第二天開始已經開始這個訓練 剛剛Billy所說慢動作 我們現在預算應該會做八個小時左右 這件事 八個小時 你無論去廁所也好 你想吃東西也好 因為其實我們會在一個煤窩做的 一個煤窩的度假屋 外面有沙灘 你就算走路出去沙灘 都要用這種慢動作 就是八個小時 之後我們也會有其他瑜伽的練習 其實目的都是 如Suki所說 希望每一個人都剩下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都市人 在做什麼我們自己不知道 我們吃飯 一碗白飯 其實一碗白飯是什麼味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既然沒有這種敏感 其實我們做藝術 不要說是做戲劇 做藝術沒有這種敏感的話 其實做出來的東西 是不會有可能感動到人心 所以我們就希望做一個體驗營 我們要在一起 閉關了 希望可以 捉到一些參加者 去到一種專注的狀態 就可以有所得著 這次是馬戲班第一次做的訓練 是 因為其實我們馬戲班 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做到 像台灣一個人神鼓那樣的方向 因為我們覺得香港的劇場 那個氣候其實大家都很做演出 或者做完演出 其實都希望有個聲勢 有個明星 然後可以再做一些教學的工作 其實都是一種 你說一種工作 或者純粹都是很注重演出 我們希望可以在香港做到一種 就是我們要做藝術的時候 要知道自己做什麼做藝術 還有是不是一種 真的挑戰自己的一種做法 一種工具 因為我們又不覺得 其實真的做戲那麼大不了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們大家都同意 之前Peter Brook也說過 說總之有一個空的地方 有個人在做東西 有人在看已經是一個演出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街上見到巴士大叔在罵人 我們有人在看他 其實已經是一個演出 既然人人都做到的時候 那沒有什麼大不了 所以我們要想起的就是藝術這件事 是有多可以幫助到我們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方向發展 但是這個潛收營就會是我們的一個試溫 試一下水溫 看看大家接受的程度如何 大家會有一個嘗試 訓練營 這個就是目前最接近的一個課程 我知道除了有訓練營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課程 其實我們也會找了何應鋒先生來做一個比較密集式的課程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契機 因為我也是認識法國老師 所以才會認識到何應鋒先生 我也跟過他排戲 也覺得他想的東西 好像跟常人想的東西不同 他有很多東西說的 但他在說話的時候 又會突然令到你叮一聲 是不是我平時這樣想的東西 是否還有你一種想的方法呢 我們會覺得既然我們在技藝上 行動上 即是在演技上 都已經希望做得到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跟主流不同的東西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可否也有另一種方法 令到我們思想上 或者另一種想法可以打破自己 故有一些框架 所以我們就找了何應鋒先生來做一個課程 由7月15日開始 到8月16日 每個星期三天 所以其實都頗密集 很充實 完全是一個課堂的那種感覺 即是很有翻學的感覺 或者是另一種習慣的模式 是的 沒錯 其實那個課程就會用一些練習 或者一些遊戲 去令到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做戲 如果我們香港地 一個香港人 做一些俄羅斯或蘇聯時代 那些八多年前的 古典的戲 其實我們是否真的可以跟他們那些連接得到呢 如果不是的 我們現在作為現代香港人 在香港做些什麼藝術 應該 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些連結到自己生命 或者自己社會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課程就是用那些練習 或者遊戲 令到我們可以想回自己生命的歷程 或者對社會有什麼真正有興趣的東西 因為其實平時我們打工仔 很多時候已經被社會 或者一些我們所謂的權貴 權力 去將我們框架在一種生活的模式裡面 那我們是否可以打破這件事 用藝術作為一種手段 去我們找回一種想 即是思考上的一些自由 或者給我們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呢 或者我們可以說一下我們這次 其實找了何彥鋒先生 還有其實我們還有另一個課程 其實都是想under同一個店 都是想question 究竟我們整個人生裏面 其實是否一定要有這麼多的框架 只是一個方向去思考 其實我們除了找了何彥鋒先生 其實我們都找了黃正廷 一位導師就是教摩登的 其實我們整件事是想怎樣呢 其實我們整件事就是想問問題 我們其實整天這兩個所謂的工作坊 其實我們就想提出一些問題 去令到一些學員去反思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去搞課程 或者去搞這樣的博士 我們最主要其實是想 我們有一些理念 我們有一些想法 很想提給一些香港的人 是很想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有一些這樣的理念 那這次其實這兩個 我現在叫做工作坊 其實就是很想帶出 其實你現在看的東西 你現在看的現代舞 或者你現在看的藝術 其實是否一定要這樣走呢 其實我們不停地發問一些問題 就是其實劇場是否一定要這樣呢 其實我們認識藝術 是否一定這麼單一去學一些技能呢 那譬如可能 另一個工作坊是關於跳舞的 那跳舞是否只是純粹學一些動作呢 其實你會不會發現 其實可能跳舞是跟身體的那些溝通 而不是單單你學習一個技巧 一個動作那麼簡單 而是你懂得跟你那個身體 怎樣溝通 去令到整件事是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 除了單單是叫做一個課程之外 我們還想是去 另一些參加我們這個課程的人 可以想回究竟你其實 因為藝術你為了些什麼 或者其實是 除了你平時認識的一些框架之外 會不會有你可以突出的一些東西出來 那黃正田老師那個是何時開始的 那個就是一個當代舞的課程 其實就會有7月18號至8月29號 逢星期三、五 每晚就會兩個小時 其實都是說回究竟你怎樣跟身體溝通 還有用一些可能是即興的一些技巧 去感知他們整個人身體 很多不同形式的訓練 其實那個目標都是為了令我們再思考 我們在表演上只有技巧是不夠的 即是會多一些在思考上面 或者多一些在形體上面 或者在藝術的本質上面 我們會有多一些不同的思考 在表演上我們可以有多一些不同的變化 那今天真是多謝四位 來跟我們分享這些課程 其實我希望聽到的朋友 可能大家都很喜歡戲劇 會不會給到一些時間 會在戲劇方面多一些鑽研 令到在表演上有更多不同的層次 有更多不同的一些體會 因為其實我們演戲 其實為了的 未必只是一些很短暫的掌聲 反而是多一些在個人的收為上 可能對大家在藝術方面的追求 會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今天真是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去做多一些不同的課程 可以令到我們有更多不同的體會 多謝 謝謝 拜拜 多謝你收聽OnlyOne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的節目內容 以及收聽其他節目 可以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 嗯 對